正美老師樂琴彈唱與陳錫煌掌中劇團主演陳冠玲老師 帶來義賊遇上望春風 為即將登場的活動揭開序幕 邁入第八屆的戲春大稻辰 以戲哭文化為基底 透過看戲 聽戲 作戲 玩戲等元素 串聯大稻成不同空間場域與文化體驗 今年更與馬戲 街舞 VTuber 虛擬偶像等不同領域跨界合作 擦出新的火花 以前都是一個點一個點 現在就是我們把大廚店的老廚 我們去看老廚去跟他們說 他們願意救我們 我們就譬如說 這裡放冠魚啦 那裡放布袋魚啦 這裡有一個什麼表演 就是希望說像是遊樂園一樣 一個這個戲的遊樂園 大家來一點我可以去看布袋魚 兩點去看一個導覽 還是說三點要去廟店看另外一個表演 這就是我們希望的 就是說不管你是幾歲啦 就是說可以來這裡 知道我們大廚這裡以前是戲曲 有這麼多這麼多戲曲的表演 都在這裡 也是有傳統的 也有現代的 也有譬如說布袋魚算命啦 還是說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新的 但是你看是布袋魚 但是我們是這樣的演 就是我們用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來了解這個部分 我們這次比較不一樣的 除了VTuber 吉娃還有街舞啦 對不對 然後還有馬戲團 都進來跟戲劇來做一個 Cross Over 就是讓他去做一些合作 那當然最特別的就是我們VTuber嘛 因為去年我們有辦走秀 那個秋貨季 我們的春雨工作室 就跟我們的店家來合作 這個效果非常之好 所以我們就說 春天我們也有一個活動 可以再來玩嗎 那這一次就做得更細緻一些 那我們這一次來講的話 我們會去結合就是在地的導覽 帶著觀眾透過直播的方式 或是在現場的方式帶著觀眾 去遊覽所謂的大稻埕的 相關的就是在戲村當中 相關的展演的呈現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也作為 就是協助在地的店家來去做合作 如果在店家有做消費 是可以直接來跟我們去兌換贈品 跟商品 那我們可以無償的贈送給消費者 後來來希望結合我們的粉絲 帶領他們走到線下 後來一起來去遊覽大稻埕的美好 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周佩蓉表示 戲村大稻埕八年來沒有一次活動是一樣的 而今年更以新修復的李林秋故居 作為活動場地 展現老屋與傳統戲曲文化的魅力 每一次來看戲村大稻埕它其實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有新的空間被打開了 新的空間被打開的時候 它又是一個原來就是一個充滿了藝術文化氣息的地方 所以這樣一個地方我們怎麼可以錯過呢 那我覺得也特別感謝修煉老師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修煉老師他們家其實都沒有用過 為什麼要借給你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他也可以嘗試啊 他說不行喔 我已經用過 用完你們再用喔 老師完全可以這樣想 但他不嘗試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胸襟 跟這樣的分享的這種意氣 我覺得是我們道成獨有跟特有的 一種共享的情分跟情分 這是日積月累 剛才修理好 要不正確公開 然後我們來邀請我 說要找一個沒問題 因為這就是本來我們老爸的那個生活 老家就要做這個 廣東藝術表演空間 很難以後 做一個在說什麼吃喔 哪喝咖啡哪喝酒 哪喝酒 愛唱歌的人自己比較穿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自己穿 所以我剛才要做一個 新的藝術表演的空間 西窟文化底蘊結合跨界元素的 西村大稻埕 將於4月26日至5月5日登場 邀請民眾來到戲曲遊樂園 發掘傳統藝術的多元面貌 記者聯繫會台北報導